《龙珠抄》,弗丽萨那么听话,比鲁斯为何还要破坏她? 在《龙珠》剧场版《神与什么》开篇,比鲁斯沉睡几十年,醒来后想到的第一个人竟是弗丽萨。 本来被宇宙最强神灵记的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,然而接下来比鲁斯画风一转,开始评价弗丽萨也不是好人,并表示下次见面一定要破坏她。 不过随后发生了太多的插曲,打乱比鲁斯的全盘计划,弗丽萨不仅没死,反而洗白归来,成为主角团的好友。 虽然对弗丽萨的粉丽萨而言,这个结局是相当欣慰的,不过在有一个细节却耐人寻味,弗丽萨对破坏神无比忠诚,为何比鲁斯还有灭她的心思呢? 弗丽萨的缺点 从人设的角度来说,弗丽萨是妥妥的超级反派,对亲人冷逊无情,对部下残高不仁,一个不开心都可以随意抹出别人的生命。 那美克星天之前,弗丽萨与她的部下在宇宙横行多年,做的都是抹出原住民霸占对方星球,然后再将这些星球当作商品卖给其他宇宙人的飞人勾当,就连银河巡警对她的行为也只能敬而远之。 破坏神虽然不是善男性女,但作为神职诚然,她自身是具有一定责任来维护宇宙和平,从这点来说,比鲁斯确实有理由灭弗丽萨。 弗丽萨的优点 不过从剧情的角度来评价,凡事并不是非黑及白那么简单。 这么多年,弗丽萨深受观众的喜爱,自然有她的优点。 首先,弗丽萨看重人才,对于实力强大的角色,她最先想到的是拉龙,比如孙悟空,比如那美克星的内鲁,相比于其他极贤独能,为我独尊型反派,弗丽萨确实有一定的王者风范,这也是她独有的人格魅力。 其次,弗丽萨分得清大士大菲。 别看平日里弗丽萨飞扬跋扈,不可一世,但是在关乎宇宙生死存亡的事情上她的态度非常坚定。 力量大会篇,面对地球宇宙破坏上的邀请,以及弗洛斯特的古惑。 她始终没有背叛比鲁斯,甚至为了战胜对手,不惜和自己的死对头孙悟空配合。 另外,在最新的漫画版中弗鲁斯还说过,当年被吉他行星被催,正是自己指使弗丽萨来完成的。 要知道,一时弗丽萨军的规模还不算很大,根据弗丽萨自己的说法,塞亚人占据了弗丽萨成员的一半左右,可以说是她半个家当。 因为比鲁斯一句话,弗丽萨一句怨言都没有就把被吉他星清楚前进,当然她也不敢抗命,事后还主动背起黑锅。 这段剧情表面,比鲁斯需要有人替他完成一些葬或累活。 如果把比鲁斯比作一期宇宙的老板,弗丽萨便是他得力不下,虽说这个人平日里有些小毛病,但奈何他有能力,而且对自己尽忠职守,这样的角色,有什么理由莫处他呢? 比鲁斯这个人的脾气非常难以捉摸,用喜怒无常来形容也毫不为过,也许前一秒他还因为美食笑得合不拢嘴,下一秒就会甩出一套破坏光波, 因此仅仅从一句台词根本无法准确判断他的真正心思。 总得来说,弗丽萨并不是正面角色,可以说她的缺点要比她的优点多得多。 但是站在破坏什么角度,弗丽萨能力出众,破坏星球的工作还足以替自己带牢,而且弗丽萨对对自己马首是瞻,忠诚度百分百,这样的不下,实在没理由抹除。 所以笔者认为,破坏弗丽萨只是比鲁斯随口说说的戏言,漫迷们不必当真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 谢谢。